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点弧线 但是有一些股票它是拉回是要向上的 那有一些股票它是要往下掉的 两样琴 两样琴你要买对股票 那这个地方可能投资人会觉得相当矛盾 那因为美国股市往下跌 可是我们台股来讲 这个地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新台币在最近还是升值了状况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行情没有改变 钱流入台湾 那有钱进来了 那尤其这几天往下进来很多钱 但是最近刚好台股在跌 那台股是因为美国股市跌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两样琴 有些股票它是往下跌的 但是有些股票往上涨 它是形成一个最佳买点 那我们今天慢慢跟大家谈 那这个地方我还是一样 因为资金行情在 我认为这个地方专注在当下选股 就是我们从今年4月开始 一路都是这样操作 专注当下选股 那目前这个阶段 有哪一些股票 它拉回它未来会向上的 那未来法人会加码的 那拉回你要量缩 我们先看来大盘 大盘这里另外有一个关键 这几天拉回它是量缩的 所以台股在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出现 大量长黑的一个头部征兆 那当然你说台子重挫 那台子是外资法人 它在赚台子的钱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过 台子昨天赏户进场 重挫对不对 那连续两天大跌以后 应该短线它会反弹 那有机会我们再讲台子 那这个地方大盘来讲 如果以现股来讲 拉回是量缩的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第一个季限买点到了 然后你要专注 专注当下选股 那因为资金行情不变 那搭配你看一看OTC OTC这个地方 它形成一个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这两天拉回 它会形成一个最佳的买点 那你要去注意 大盘这两天拉回 那有哪一些股票 它是一个最后的洗盘 那目前来讲 全职股法人大部分都是卖超 但是法人买进的 都是中小型的成长股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OTC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两天有哪一些股票 它是做最后洗盘的 那我说这个地方季限附近 它是一个最佳的买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也出手了 像这里 像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这两天拉回 可是你看一看这一档股票 一样是头肩底架构 这两天它刚好它没有跌 它没有跌 而且这是半导体受费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最近整个台股的走势 完全是各股表现 那最重要是受到美中贸易的影响 那最主要是5G华为 跟芯片的中心 那这个相关的供应链相当的多 但是这里面有受费的 也有受害的 那你要分清楚 受害的你要卖 那受费的你要趁这几天 拉回赶快进场去做布局 那大盘拉回的时候 我说像这一档股票 这两天它是受费股 它就是往上涨 往上涨 那这些股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跟大家谈一谈 我举例说我们谈一谈联电好了 那联电大家都很清楚 它是什么 它是中心的受费股 芯片 中心我上一次跟大家谈 中心供应链类类类 受费股是什么 台积电 联电跟世界先进 那受害的我们上一次有谈了不少 我们今天不讲 那这些它都有转单的一个效应 那我们来看一看联电 联电在这个地方 上一次在这里 这高位才一马 联电第一个买点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往上走 这里第二个买点又出现了 那这里一样收黑 收黑整理的时候 进场去买 它是量缩的 对不对 这些缩在量缩了 代表筹码稳定 那筹码稳定以后 它这一天 它是往上走 往上走今天 最近它又整理了 那这个地方 它底部是电高 这里拉回 又出现另外一个买点 那我说它去年 EPS占0.82 它今年上半年已经赚0.74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成长的 那成长的以后 它最近 因为封杀中心 它又接到转单 所以这档股票 基本上 我认为它跌不下去了 它的支撑在电高 那另外你看这两天 美国股市跌 大盘重挫 它这两天 它只是小胡的整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大账 小回 然后你再搭配成交量 成交在这一天 都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都是这样说的 那代表什么 筹码相当的稳定 那类似像这种 低价足底的股票 我昨天跟大家谈到很多 那一些没有体质的 注意听 没有体质的 没有赚钱 没有体质的股票 不要乱去买 尤其有一些低价股 那昨天都乱涨 那像3D 像联电这种股票 我不认为它会往下跌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月K线 这是联电的月K线 它的底部 足底都久 足底都久 而且它往上涨是带量的 那这几天 刚好出现什么 美国股市大跌 一个大的利空 测试一下 有没有中错 没有中错嘛 所以这个地方 相对月K线 这个地方 我认为它是一个 中长线是向上的 量增价涨 对不对 那你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一段从10块15块 这里涨到25块 像这种类似 这种中低价的股票 足底向上的 它就值得你注意 我们再看一遍 这是联电 最近大盘在跌 它并没有中错 它并没有中错 它是一个大仗小回 那类似 我们再看一下 像美中贸易捡到枪的 还有什么 还有面板的股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群创 这两天大盘中错 它有没有跌 它没有跌 那我也不认为 它会往下中错 它只是在整理 我用这几档股票 包括友达 我要跟大家说明什么 重点在选股 它是相当抗跌 那不要被大盘往下跌 然后受到压力 受到紧张 然后没有看到 应该可以买进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友达 友达的周K线 它是一个多头架构 很标准的 而且它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成交量 它是往上的 价量配合 对不对 那这几天 美国股市跌 它刚好拉回 在这里做整理 它是突破 拉回 所以很标准的 量价 都是一个多头架构 群创也是一样 我昨天跟大家谈的 异光也是一样 突破拉回 都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买点 包括联电 那如果这一些好的股票 你看一看量价结构 它并没有出现大量长黑 那这两天 大盘重挫拉回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测试你手中股票 是不是有体质好的 重挫把似乎稳定的 那有没有人在照顾 那这些股票 它是一个最佳的测试的机会 那今天大盘 继续拉 今天拉两天 大盘连续两天 拉回 可是你注意看 这是连续两天往上走 这也是一个头签底价构 对不对 像这种股票 你需要注意 那另外 先前捡到枪 往上涨的股票 这两天顺势拉回 那这些也是你布局的一个标的 那这些股票 在大盘整理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最佳的买点 机会 往往不会等人 就是这一两天 赚钱不能慢半拍 我们说请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转线 022-2752-5868-2752-5868 城东东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土富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土富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个地方大盘 在这里做整理 很多股票是两样勤 这个地方有一些股票 我必须要讲 除了3D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联电 群创友达 或者逸光 这种LED主体的股票以外 有一些比较低价的 没有体质的股票 不要乱买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最近 你要怎么去看 哪一些是华为中心的 受费股跟受害股 第一个你要分清楚 那第二个 中国已经尽全力 要发展什么 发展下一代的半导体 那这些来讲 因为中国现在财政 也不是很好 那他把钱 全部压在半导体的部分 第一个你要注意 半导体有哪一些股票 可以去留意的 那第二个 因为他请全力 钱都花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没有办法 再补贴什么 像以前补贴面板 补贴LED 那这两个族群以前 被中国大陆量产 打得趴在地上 对不对 那这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最近LED面板跌不下去 那当然跟美国来台湾投资 也有关系 但必须要讲 这些像LED面板的族群 他已经从谷底 慢慢往上走了 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 看到那个月K线 那除了这些以外 当他全力发展半导体的时候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是受贿的股票 有哪一些是受贿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 中小型主体的股票 那你注意一下 你像大盘在这个地方 它来到季线 对不对 但是有的股票在这里整理 它是要起来 有的股票要下来 那这两天 你注意看成交量 成交是量缩的 所以代表台股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出货的迹象 它只是一个调整持股 一个整理 那你再看一下 这两天大盘重挫 外资也有没有大幅卖超 今天卖64亿 然后昨天卖94亿 那加起来 也都没有超过100亿 它不是动不动 都两三百亿吗 所以这两天重挫 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刚好美国股市跌 刚好期货 赏户进场 所以在操纵台子其方面 重挫 包括期货的OI 那我昨天也有跟大家提到过 那这两天跌下来以后 期货应该短线上 有止跌的机会 但是个股的部分 你要去注意 这两天拉回 它是量缩的 并不是出货 那你再看一看OTC 这两天拉回 刚好来到这个地方 是右肩一个最佳的买点出现了 那中小型的成长股 有哪一些股票 你要去留意的 我们之前跟大家谈到 中心里面相对应的 台股四星3661 它就是掉枪的股票 受害股 对不对 往下重挫 那顺便提一下 这里往下重挫反弹 是不是来到压力区 那这里都是大量 所以有这档股票的 应该怎么样 应该卖了 这些股票 短线上反弹 你要做卖点 因为它是受害股 那相对你要注意 它是受害股往下掉 对不对 往下掉 但这档股票是受货股 它是往上涨了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你要把受害跟受贿 搞清楚 那这种受贿股 往上涨了以后 那这两天大盘再整理 再拉回 它顺势拉回 那顺势拉回以后 它是不是一个 最佳的买点会出现了 那这一档股票 它是值得留意的 法人都在布局 那我希望你跟着我 把握这个机会 那另外我们刚刚谈到 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一个头肩底架构 这两天刚好最后洗盘 那除了三低谷以外 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这几天拉回 是刚好也来到支撑区 那这几天贴息呢 贴息了四天 贴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上一次这里贴息几天 八天就填息了嘛 上一次在这里六月中 那目前来讲贴息 那手中有资金的台积电 这里是一个相当 相当不错的一个买点 那台积电如果止贴的话呢 大盘就会上去 那大盘上去以后呢 季线这里就上去了嘛 那这里是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那如果季线没有问题 那OTC也没有问题嘛 那重点是掉枪的股票 你不要去买 同时你要换股 然后你要买什么 买最近大盘在跌的时候 没有跌的股票 没有跌的股票 这代表有人在里面 那这里也是形成一个 头肩底架构对不对 它是跟5G 还有半导体有关的股票 那另外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如果大盘没有跌 它是不会往下掉的 那你趁它拉回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绝佳买点的机会 趁跌的时候买 将来涨上去 你才有办法轻松做教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将功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足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政府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习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另外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操作 一定要趁跌的时候买 趁在低档买 不要往上涨去追价 往上坐轿 法人来抬轿 这是目前操作 赚钱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跟大家谈到的疫苗股 我们譬如说像国框生计 这几天它一直在整理 对不对 上一次 包括这里第一个买点 这第二个买点 这里一个跳空缺口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操作上 你要注意什么 那我最喜欢类似这种股票 在低档买 那如果往下呢 其实这个地方你在这里买 往下跌破 射停损 这操作就很简单 那往上涨就跟这里就赚一段 就跟这里一样 往上涨就赚一段 那第一个买点也错过了 这里它是又出现一个买点 它一路的整理整理多久 整理两个多月了 那这种股票 你有机会 射一点点的停损 那有机会赚一大段 另外疫苗股高端 生计股我只注意这两档 也一样都是整理末端 那这些股票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的选股方向应该怎么选 第一个它是在相对的低档区 那第二个它往上 它有机会有波段的利润 包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像触控面板 它一样 这里整理往上去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买点 那第二个买点也浮现了 但它往上突破 往上突破 你就做教 那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支撑区 那类似这种操作的观念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看OTC 它是不是形成一个 头肩底的一个架构 这是右肩 那我记得在前一阵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它也是一样 一个头肩底 右肩 那我也跟大家谈到 这一张图形 一个小头肩底 右肩 对不对 OTC 那在这个地方买 往上就是做教 那是不是跟OTC的K线 差不多一模一样 那这一档股票 后来有没有上去 头肩底 对不对 上去了 是不是上去了 这右肩上去带量 往上走 对不对 那这些它是 合硕转投资的 隐形眼镜大厂 那我用这一档做例子 那操作上你要怎么操作 譬如说像这一档股票 它也是 一个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这也是右肩 那大盘这两天在跌 它并没有跌 这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在这里 有人在照顾 代表这个地方 有人在买进 那类似大盘如果往上涨的时候 我想它有机会 往上突破 那这些股票 都可以去做布局 那操作这些中小型的成长股 你要去注意 相对的 我一直谈到 这两个供应链相当多 那有些是受害的 有些是受费的 那你像世新 之前是受费股 因为它跟着中心半导地走 那中心半导地 有可能被制裁以后 它就掉下来了 而且带大量 这代表有人走人 有人地团买的走人了 那这里反弹 你手头哪有 你爱走 尤其这里又大量 大量又不涨了 那这里又是压力区 那相对这种 掉腔的股票往下掉 那有一些股票 受费的股票 它是往上涨的 它是往上涨的 那不一样 因为它是捡到腔的 那往上涨了以后 它最近这两天 大盘拉回 它也顺势拉回 那这种股票 它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买点 逢低买进 逢低买进 对不对 那另外这一档股票 也是趁大盘最后洗盘 这两天 也都往上走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操作的一个观念 那你要趁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掉腔的股票 你要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那美中贸易来讲 哪些是受费股 哪些是受害股 那另外像LED面板 因为中国已经不再补贴了 这些有可能 会往上 足底向上走 对不对 哪些股票它值得去布局 赚钱的机会 你不能慢慢拍 不能慢慢拍 那你一定要去调整持股 那邀请你一起来 轻松做教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妇女之路 政府担线02-2752-5868-2752-5868 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头顾扩大真材 即将培育分析师 为头顾注入心血 本公司为正牌经营头顾 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 让身为新人的你 有发光舞台 下一个股市名师就是你 征才征线02-2781-2331 2781-2331 阿嬷 你好 阿嬷 你好 我们是来跟你送小红平安的 这是我们出来24点钟的报表 在第一个时间 他可以跟我们 像跟我们叫亲一样 让我们知道 隔壁有状况发生 住景气有分 真烟室与定温室 分别装置于 居家的不同环境 住景气是居家防火的 预警防线 安装完成案件测试 他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 安装住景气 五真五佛比喲